各位觀眾們晚安 歡迎收看十二月十四號的公共電視 有話好說 我是張志雄 這次九合一選舉 民進黨敗選 總統蔡英文開票 當晚就請辭兼任黨主席職務 目前黨內的選後檢討 持續進行當中 而被視為未來兩千零二十四年 總統選戰熱門人選之一的副總統賴清德 也在今天上午唯一請前文化部長 鄭里軍戴維登記 參選下一任的黨主席 由於目前還沒有傳出 其他黨內人士有意進逐 一起來參選 也讓各界開始關注 民進黨內對於下一屆總統選舉 是否出現定於一尊的氣氛 至於這次勝選的國民黨 二零二十四總統選舉熱門人選 包括黨主席朱立倫 還有剛剛高票連任新北市長的侯友宜 兩人昨晚都出席新北市黨部感恩茶會 在這個會議上兩人可以說是選後首度同臺 也都互相讚美 也讓諸侯兩人的 淨核關係備受關注 另外行政院會明年將會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以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修正草案 排除國安犯罪 黑金強毒 重大犯罪等等的一個 就是過去如果有會選或是重罪重刑者 他們登記為候選人的部分將會被排除 今天晚上我們要來做探討 介紹今晚來賓 第一話介紹是 臺灣師範大學政治所教授 許少祥 許老師 志全好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第二話介紹是東華大學民族事務 與發展系教授 施政鋒 許老師 大家好 接下來介紹是資深媒體人 邱茗玉 大家好 接下來介紹是資深媒體人 三厚之 大家好 好 謝謝厚之哥 接下來一開始 我們就先從民進黨主席的選舉 來看齊 委託前文化部長鄭立軍 來到黨中央登記參選 副總統賴清德投入民進黨主席選舉 由於先前確診 還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因此由鄭立軍代為登記 也提出要完成四項工作 包括重整旗鼓 協助穩定政局 深刻檢討 贏迴人民信任 廣納人才 引領創新進步 守護臺灣 促進民主的和平繁榮 那此次選舉本黨遭逢挫敗 在民進黨最需要檢討反省 重整再出發的此刻 他身為民進黨的一份子 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勇敢承擔 團結黨內重振士氣 這一次九合一敗選 民進黨重新檢討內閣改組聲浪 更是不斷 前副總統陳建仁被點名阻隔 鄭文燦可能擔任副院長 林佳龍則擔任內政部長 尤其陳建仁十四號出席 行政院妨礙會議也引發聯想 改組還有待立員會期結束 排黑條款則是現在關注重點 政院版本週四將通過 此時台南市議會議長選舉 民進黨就上演茶壺風暴 指出有黑金涉入 被點名的民進黨中職委郭再清十四號宣布辭去中職委一職 專心司法訴訟 台南市議會國民黨團緊咬黑金議題 台南市長黃偉哲表示 尊重黨的機制還有個人意志 強調任何人只要違法 就應該受到相關調查 記者 韓音朋友組蔣龍祥綜合報導 好 在這則新聞 你們看到民進黨內最近的一個話題 蠻多的 包括黨主席的選舉 包括未來總統或者是隔魁人選的 一個部分也包括就是黨內的一個檢討 當然也我們剛剛看到最後面 這部分 排黑條款或是黨內的一個 對於黑金涉入的一個檢討的部分 這最後一個黑金涉入部分 或是排黑條款我們最後會來討論 不過一開始我想先請問一下 就是屈老師對於民進黨內現在看起來 在這一次的黨主席選舉 原本可能我們還在預期說會不會各方 有一些勢力的一個角逐或是一個對立 不過看起來這一次好像到目前為止 只有傳出是由賴清德一個人可能比較像是 大家都來尊重他就是他一個人來參選 這次的黨主席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氣氛 是的 我想就像這個剛剛志雄所說的 這個我們私底下跟漢棠他在講說 這個已經有兩個禮拜這個節目都沒有在談政治的事情 所以換句話講 政治的消息 政治的新聞好像還蠻冷清的 其實過去這兩個禮拜 檯面下的動作有沒有 那個一點都不冷清 各位稍微想一下 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選完沒有幾天接著發生一個大案子 其實就是陶原市長 鄭文燦鄭市長的論文 也被臺大撤銷了 那麼這一件事情 對鄭市長本身的政治前途 或者說原來的政治安排 可以說是衝擊非常的大 那麼現在 我們今天看到賴清德賴副總統 去登記了民進黨的這個主席的這個選舉 看起來好像這張黑桃S已經打出來了 那麼其他的老K什麼的都 自然而然 就因為S都出來了 老K自然而然就不方便出來 那更不要講皮蛋跟Jack 會不會後面有TG 我們不知道 但是至少現在看起來 S已經打出來了 然後鄭文燦可能原來也是一張S 不管是紅星S或者是Club S 他基本上是一張S 但是學歷事件以後 他已經被打成老K了 或者打成皮蛋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那麼民進黨的這個黨主席的競爭 我覺得這個整個競爭的局面 應該是慢慢釐清了 因為就是我剛才一再講的 S打出來了 其他都不再好出牌 那施老師 今天也有一個問題說 像 也不是問題 就是一個也點出來 就像我們剛才新聞裡面看到 這個陳建仁 這過去也就是被視為是二零二四 可能一個賴清德是一個 陳建仁也是一個可能的一個人選 尤其可能一個代表新潮流 或是賴系 一個是代表陰系的一個角度 可是今天他也就是去行政院 那就是這個好像也不是第一次 但是為什麼今天就是特別受到關注 這是不是也有一些可能有人也是刻意要放這樣的風聲 或者是放這樣的消息 讓他有一個 一個平衡 或者是一個黨內的一個進逐 剛才舉教授提到的那個文章 那個博士 那個那個論文案 怎麼會出 如果 好吧 我們說沒有陰謀論好了 我們說沒有陰謀論好了 那就是說這一次 那當然賴神比上一次就是說 他就先下手圍牆 就不客氣的吧 應該是這個樣子 不過我們相較於上次 他是老心宅宅 被賣了都不知道嘛 但是這一次又好像覺得 好像蠻的 蠻急 急迫的那種感覺 是不是有一點自信不足 還是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自己 自己要嫁人的 然後自己就當沒人 你不會覺得好像沒人自己做花 這樣那種感覺 自己慌慌加深 有點奇怪啦 你知道 意思是說 我至少應該一般來講 主席 你要確保 至少那是公平公正的 那你一個 你下面的一個是可以信任的 射韓的存存而已嘛 那新潮流那邊 大概是還在整合 基隆還在退禮整合 還是 你知道這是有點蠻奇怪的啦 所以 好 先這樣 那但是呢 剛才我也同意趙翔兄姐 波桃汹湧 OK 小英還沒有出牌 你知道大家一定要去看那個 上帝也瘋狂的 不曉得第二集 還是第三集 那隻蜜歡 小英就是那隻蜜歡 他咬著你不會放的啦 OK 那也就是說 他最後的 應該說是 鄭文菜本來是一個妥協點嘛 兩邊 英系跟信草都可以接受嘛 但是呢 現在 現在如果 當然他最信任的 應該是陳建人 硬是幹活的嘛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他一定不會 鄭文菜沒有以後 賴神他是絕對不要的啦 要怎麼樣玩 還不知道 坦白講是另起三頭 另立黨中還是我不知道 但是呢 他最後可能就是一定要是陳建 不得已的時候 可能說不定蘇貞昌就繼續 不只是繼續組閣 搞不好就會選總統 所以你要這裡面應該 我會覺得這最近有點在醞釀 大家都沒有 就是吳怡農 一直在玩黑道的部分 玩黑道的部分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了 因為民進黨人頭黨員 自從那個 我們知道民調 兩黨都民調以後 人頭黨員不重要嘛 那這次是因為超過主席任期 超過一年 必須黨員直選嘛 所以表示說 說不定 他故意過河拆桥 逗湊 那你要知道 讓那些社會人士 就不願意出來投票 是不是 那就牽涉到黨主席的部分 民進選你怎麼看說 民進黨內 因為現在這樣看起來 當然說賴清德 好像慢慢 還用這個氣法定於一正 可是我們也看到說 事實上 像陳建仁的一個訊息 也被放出來 還有包括像剛才施老師有提到說 黨內好像各派系 也都有一些針對 像說排合條款 或者是黑道這樣的議題 彼此有一些互相的一個對立 或者是一個進主 你怎麼看說 目前假如說這最後一年多 蔡英文的最後這一年多的一個任期 來看的話 是不是開始有一些各派系 之間的一個對立或者是也再去思考權力怎麼樣分配 對於蔡總統來講 他當然最不樂見的就是跛腳 他也很討厭聽到跛腳這兩個字 那事實上這個就是說 敗選之後 他黨主席的權力交出來 我認為就是說 他事實上之前應該是本來沒有想要交榜 可是因為輸太慘了 因為當時黨中央在在選前的時候 他的幕僚還有在幫他定義說 到底怎麼樣才是大敗 那沒想到這個現在連定義都不用定義 連這個北臺灣都氣溜溜 所以這個也不用定義了 那這勢必按照傳統 這個黨主席就要下臺 那我認為說事實上 可能沒有像老師說的那麼的複雜 因為事實上事實上之前是真的很複雜 因為確實像包括鄭文燦 他如果論文沒出包的話 他確實可能還有一拚的機會 但是因為你論文就是這個時間出包了 不要說黨主席了 我認為說他現在可能要入閣 這個事情 可能大家都要再想一下 因為畢竟這個 因為他自己坦承了 那他也沒有要再繼續往這個臺大再fight了 所以等於說論文案對他來講 是侮辱性極強 這一件事情 那本來剛剛大家還有提到說陳建仁 那我是就黨主席這個位子來講 我認為說這個已經是不可能 因為第一個陳建仁跟民進黨的關係 真的淵源沒有那麼深 至少他沒有跟大家一起打拚 沒有戰功這樣子 那你說副總統 大家也不會覺得說 當時小英當選是因為靠陳建仁 那其實還是靠蔡英文 那只是說這個時間點 因為蔡英文當時他接黨主席 然後大家講說 那你說陳建仁跟民進黨 淵源源不深 那蔡英文當時跟民進黨 淵源源也不深 可是不一樣 那時候是因為旅遊 蘇洩太久了 太久了 所以大家會希望有一個新面孔 幫民進黨振衰起壁 可是陳建仁這個部分 他越線流賴清德 跟當時時事 確實是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黨內有人分析說 陳建仁他當然是像民進黨的盛光 盛光 但是盛光力就裁在那裡就好 那你對民進黨這些財狼虎報來講的話 你盛光不一定可以感化這些人 所以就是說就是說 其實實際上來講 你要講一個 那個比較實際層面的話 那賴清德 當然既是盛光 對啊 然後又說他又比較有實際的 那又對民進黨來講 他有一些戰功 等於說他現在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講 確實是定一針 比較沒有懸念 那你剛剛講到說 今天陳建仁 我知道你講的那個新聞 就是他突然出現 也不是說突然出現 他被新聞給做大了 他去參加行政院院會 然後這個照片又突然出來 我因為今天早上記者 那個天線都打開來了 就覺得說你行政院 怎麼會放一個陳建仁 來參加一個行政院會 然後是討論癌症的 他是以中研院的一個特約 研究員的身份來出席 然後當然有些人會揣測說 第一個你陳建仁 放在那邊是不是有實習隔魁的意味 那第二個 那反過來又講說 那你這個時間公佈出來 是不是又要破他的局 見光死 所以很多人非常的揣測 但是我最後的定論是說 因為你現在黨已經動了 你黨已經動了 因為對民進黨來講 他就是我比較觀察 是說我一直辭那個利潤 我覺得他就是黨動正不動 因為你不可能黨正同時一起動 這樣對蔡英文來講 他可能沒辦法兼顧兩邊 或者是說他不希望造成很大的動亂 那你現在你黨已經大動了 你賴清德 大家希望他大幅的改革 你黨大動的狀況之下 他正現在我認為 還是蘇貞昌 還是會穩坐隔魁的寶座 但是內閣改組 這個是必然的 因為其實也沒有那麼 也沒有那麼好聽 其實就是因為你這文燦 或是說林佑昌 這些人下來 潘孟安這些人下來 你要位置可以擺 所以也沒有到清高 就是說要給社會一個期待 說難聽一點 就是因為這些人下來你要給他位置 所以我認為內閣改組是勢必必然的 所以我最後的結論是說 我認為黨的部分賴清德定於一尊 沒有錯 黨動了 那正的部分 我覺得蘇貞昌還是會在那個位置上 但是內閣改組是必然的 我可以補一個問題 那如果對二零二四的部分 您怎麼樣看 二零二四 我覺得基本上已經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是沒有懸念了 因為這個能夠比較強的挑戰者 像剛剛老師講的什麼AKJK 所以你現在在黨內採訪的過程當中 得到黨內派系 感覺上是應該就是定於一尊的 是 因為你看 包括今天英系 英系也馬上來做圖卡 陳明文就說 我也立庭那個賴清德 什麼他們也趕快做圖卡 新潮流根本不用講了 現在基本上從上到下 大家都趕快做圖卡 要跟賴清德在一起 我們立庭賴清德這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氛圍 這個氛圍 那很可惜 本來是覺得說陳建仁 或是說鄭文燦 這些都有一拚的機會 那我們剛剛講了 因為鄭文燦 他這個論文就怨賭服輸了 那陳建仁這個部分 因為他這次輔選 也有點元氣大傷 所以現在看起來是賴清德 這個目前是定於一尊的 民進黨內定於一尊的這個基調 我覺得還蠻明顯的 侯正哥你怎麼樣看是說 因為民進黨內 這一次像剛剛明議員提到 有好幾位在這次的這個縣市長 因為任滿 他也必須要有安排一個位置 那當然也有些人可能在選舉過程當中 沒有那麼的順利能夠當選 但是可能也是要安排一些歷練的一個過程 因為民進黨可能過去在陳水扁的時候 他那個過去的執政 他也會有一些比較中生代 或者是這樣來接班 那目前在蔡英文最後一年多 你覺得在這個時機點 會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次跟上次會不太一樣 上一次四年前那時候 你沒有兩個太陽 那時候原本賴清德是沒有人會遇到他 他他會挑戰蔡英文 他們有兩個太陽 你現在有兩個太陽的時候 大家就有選邊站的問題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人說 你傳出來 但是我沒有 我沒有說我沒有要去 林佳龍就說我沒有要接府 滅右掌 就是說他們這個狀況 就很顯然很明確 就是兩方在角力 我覺得司老師剛剛講的 說賴清德的確有點太急 他其實可以找一個代理人 找一個代理人 讓你的盟友去做 讓你去新位置 你自己去做這些事情 其實那個鬥起來很辛苦的 那蔡英文一開始也是要找代理人 一開始講的是陳其邁 後來講的是鄭文燦 對不對 那其實鄭文燦 就算沒有論文 只要賴清德不同意 你還是你還是 那個位置還是做不成 講白人 那個是實在的權利 就是說這個位置 他要就是他的 他要給誰就是誰的 你小英拜成這樣 這塊你是守不住 小英現在在守著什麼 在守行政院 所以賴清德 一說到選的那一天 突然間就有人丟出一堆布局出來 鄭文燦接副院長 林佳龍接副秘書長 然後黨秘書長是誰 突然布局通通跑出來 他就跟你講說 這塊你不要碰 同樣的狀況 今天你一去登記的時候 你就跑出一個陳建成出來 就是說他的狀況是說 好黨這塊我輸給你 我認了 但是這塊我不能夠鬆掉 因為鬆掉 我就徹底撥腳 我能撐多久 我就要撐多久 我就是我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撐下去 所以你看到什麼 當人家一路逼供的時候 孫生長講什麼 蔡英文叫我穩定政局 開創新局 穩定政局開創新局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要做短的意思 他要做一個做長的意思 那賴清德今天宣布參選 他第一點講什麼 協助穩定政局 穩定政局不是你的事 我要我要來做 你那東西要放出來 這個東西會 這個東西會是他們未來 這段時間一直要殺 要殺的東西 因為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賴清德 他之所以一方面 一方面是有上市經驗 所以他不放心 再把黨權放在 放在蔡英文 蔡英文說 另外一個是說 你民進黨到現在這個檢討 顯著是一塌糊塗 如果讓你們繼續人 繼續這樣玩下去 你會影響他後面的選舉 同樣的狀況就是說 現在狀況也不完全是爭權奪利 我現在狀況說 如果大家還看到是蘇 你蘇貞昌這批人 繼續在內閣做 整個政策不變的話 這個包袱 就是這次選舉的因素 就不會 這次敗選的因素 就不會結束 他會一路帶到二零二四 會變成賴清德的包袱 所以這也是他不出 不得不出來的原因 但我覺得他用代理人 會好看的很多 剛剛談到這個民進黨 這個敗選的這個檢討的部分 我們也來看一下 因為這天也有陸續的消息 傳出來好像看起來民進黨內 也已經有一些方向來思考 過去可能有哪些部分沒有做好 所以在這次選舉 沒有得到選民的一個支持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目前這一個整理的部分 好 我們現在看到是 檢討小組邀集各縣市競選幹部 透過兩場座談 目前初步有以下的原因 像第一個 可能就是因為這段時間 疫情對人民的生活衝擊蠻大的 所以政績牌 沒有辦法奏效 也讓人民的生活 覺得好像你說的 跟我現在生活的感受的 有一些落差 另外提名人選呢 可能有些地方是沒有尊重地方 或者是提名太晚 所以這人選 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一個人選 或者是說可能人選 有一些狀況 那另外在論文爭議的部分 可能也衝擊了一些年輕選票 對於民進黨的一些形象 或者是對於候選人 那個形象的看法 尤其在都會區裡面 可能有一些選票 選民的感受會更強烈 所以影響更大 那選前呢 拋出兵役議題 也有一些人認為說 有一些俄語啦 會不會讓一些年輕人 對於民進黨感覺到說 我可能不想當兵 所以有一種無言的抗議 另外我們看到是抖音平臺的假消息 無法及時澄清 導致矛盾誤解擴大 另外也有人講的話 就比較直 也可能比較重一點 他認為說 民進黨的執政傲慢 加上黨中央被同溫層包圍 所以衍生出的民調 要判讀失準 好 那召集人鄭文燦 他就說民進黨傳統 就是面對問題 徹底反省 找出真正選票流失的原因 這個黨才能夠在一起 徐老師怎麼看說 若初步將檢討 在這一個範圍的時候 你覺得民進黨內的 這一個大鳴大鳳 是不是已經出來了 對於民進黨的一個檢討 是不是也達到一個相當的程度 還是還不夠 我想夠不夠的話 其實施老師最清楚 好 那帶施老師 可以再講這塊 他出身於民進黨 他最清楚 我站在一個非民進黨人的 這樣子的一個立場 看這樣子的一個檢討 我必須要講 這個叫做隔靴燒陽 基本上根本沒有去碰觸 真正的大問題 我個人的觀察 就是我個人的結論 這次民進黨之所以大輸 輸在投票率 我大概算了一下 大概有一百五十萬 到兩百萬的選票 沒有出來投 那你覺得這塊是屬於誰的選票 那很難說 那如果說你 如果你問我說是以二零二零為標準 那應該大部分是民進黨的票 但是如果說是二零一八的話 那不一定 那裡面可能還有韓國瑜 韓粉的票 這很難說 總之這些人的特質是 他沒有政黨忠誠的問題 各位要知道 現在是一個網路世代 他們在講的重點 叫做去中心化 黨中央都已經被去掉了 他怎麼可能會對哪一個政黨有沒有說 我從我二十歲開始 一直到我八十歲 我都對於這個政黨忠誠 沒有這種事情 他很可能這次投這個黨 下一次他就投另外一個黨 他會跟潮水一樣 他往哪一邊倒的時候 那邊就會贏 所以你看臺灣的這個投票結果 其實這兩天有國外的媒體問過 我就用這個理論回答的 他說為什麼你看前年二零二零二零 民進黨大勝 二零二一我們有公投 二零二一的公投 民進黨大勝 去年你看非民進黨提案的公投案 全部不過 民進黨提案的全部都通過 連那個藻礁都通過 所以你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去年的民意 就這些兩百萬沒有投票的人 去年我想有一大堆人是出來投的 而且投給 站在民進黨的角度去投票 可這些人今年要不然就是沒有投 要不然如果出來投 他很可能投到他的對立面去了 所以造成這樣子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你要檢討 你要檢討那個真正問題所在 我別的就不說 會不會節省時間 我就講最後一下 各位看一下 他說執政黨傲慢 加上黨中央被同分成包圍 看起來好像很很認真在檢討 所以剛剛志雄也認為很認真 可是後面那句話就很奇怪 衍生出民調判 判讀失準 我自己是搞民調的 我可以非常誠實的 像全國的老百姓報告 我們在兩個月前看到的結果 就是這個結果 而且我再不客氣地講 不要說我們的臺灣的 我們臺灣的學者進水樓臺先得月 我看得到資料 所以我可以判斷的判斷的很準確 不稀奇 你有一個 你看到的民調 跟民進黨的民調不一樣 你應該把你的民調拿給民進黨看 現在問題又來了 有一個人不是叫做小麗媛什麼 對 民眾率超高 真的 心性 小麗媛心性 小麗媛心性 日本神人 小麗媛先生 日本人吧 對 他在日本看吧 距離夠遠了吧 他怎麼看得跟我一樣呢 一模一樣 所以換句話講 剛才明宇也講說 我看的民調 跟他看的民調不一樣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告訴你 都一樣 他只是不信 比如說我們某一家報紙 頭一天有公佈了 他四個縣市的那個民調 你發覺沒有 你把他翻過來看 他很準 反過來 好 你把他反過來看 他那個一二三 那個黨旗的顏色 你把他換一下 有沒有 就非常準 你準是機構效應 對不對 那不只是 不夠 我們從專業民調的角度來講 那個叫做機構效應 我們如果是換一個政治動機的角度來講的話 那個叫做 好 跳過 是不是 所以說不是民調失準 是 是你自己的解讀的問題 是你要不要面對問題 不過因為這個通常是一個結論 所以我會想說 施老師會不會至少也是 民進黨 也是有人真的是發自內心 想要去思考這問題 所以前半段 如果後半段 所以卻要施施遲疑 那至少前半段 是不是應該至少黨內 也一定有人是發自內心 想要去看見這個問題 所以也提出這麼比較直白的 一個說法 我覺得是避重就輕 隔絕搔癢 其實像剛剛講吃藥就好了 不用擦 馬上就不會再復發的 好 我想我再講一下 就是民調不準 四年前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也知道民調有內參的 要調整選戰策略的嘛 一種是做 宣傳 三明治他們在做 認知作戰用的嘛 但是一般我們政治學來講說 民調會影響會有西瓜效應 但是通常不太有用 這個我們都知道 不太有用啦 OK 好 那當然要怪的話 就是說其實就是真的 就是真正的頭號戰犯就是小英 他沒收了這個提名的這個部分 民主國家沒有人這個樣子的 也就是說你的這個代理商 你自己決定 我喜歡給誰 就做代理 就給做代理商 那個代理商的人品就不好 你說學位不重要 學歷不重要 你講治理能力 講政績 這治理能力跟政績又出包了 你要怪誰呢 那當然其實還有一個重要是 他的賣什麼東西 因為他今年地方選舉 還在賣康鐘寶臺 你知道沒有人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政績很糟糕 沒有自信 然後他又把他打為這個 所謂的他的這個 所謂的信任投票 如果說內閣制的話 他早應該要下臺好幾次了 OK 所以人家不吃這套 然後包裝這個部分 剛才趙翔先生提到 沒有錯 年輕人 他們沒有強烈的特政黨認同 這些人 他們這種潑髒水 這種無賊戰 他們不喜歡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看這幾 差不多至少兩年多來 我看了那不同的那個單位的民調 就是說民進黨的支持度 實在在下降 那國民黨並沒有餘翁得利 坦白講 那中間這裡面就是說 我討厭民進黨 不一定會投給國民黨 但是問題是民眾黨這邊 就只有臺北市跟新竹可以玩 所以很多人說這是事不甘擠 所以回頭來講說 我覺得這個背後裡面 就是大家都不敢講說 所有的問題就是在小英 沒有人敢講真心話 民進黨怎麼看說 因為民進黨內本來各個派系 就是會大名大方 所以在開票業的時候 兩位老師 我們大概那時候 與會的幾位老師 大概都是想法是說 覺得之後大概會有大名大方 可能甚至可能勞會勞敵這樣 不過看起來好像後來這段時間 的確炮火沒有那麼大 但是事實上這樣的一個 內部的檢討 應該他關起我們來講 也是很大聲 是啦 但是我認為說 你找出了這些原因 然後你的解決方法 現在看不出任何的解決方法 包括就是說 他也坦承說 疫情衝擊人民的生活 確實有無薪假的 到現在那個店也關門的 有蕭條的 生意也有不好的 甚至還有這個裁員的 這都有嘛 那你現在又要過年了 那然後你的紓困 不是大家說振興券 甚至有人提出五千一萬 那你要做 你知道疫情衝 第一點 你知道疫情衝擊人民的生活 再過一個月要過年了 那然後呢 不要忘記你現在後面 還有三場選舉 不管你是政策買票 或是怎麼樣 那我們要知道說 然後就你看起來 你現在忙著在省預算 或是說內閣改組 但是你似乎我們找到了原因 那然後你要告訴我然後 那第二個 我還是一樣問然後 你現在拋出了兵役問題 現在無疑農要選 他同樣也是拋出兵役問題 而且他是挺說 這個兵役要延長六個月到一年 他是挺這個的 那如果說你知道 你兵役這個問題 你會大掉票 那還是兩個 你知道掉票 你還是要做 你現在你死了 前面的這個九合一選舉 那你賴清德一樣 你在賴清德的時候 你提出你還是會死嘛 那所以你到底要做 還是不要做 那當然了 今天也有認為 人家有認為說 你這個兵役的問題 不是臺灣的解決 你現在是有來自美國的壓力 美國很不爽 他會覺得說 你不能老是單靠 美國賣武器 或是美國保護 你臺灣人自己什麼都不做 所以兵役這個問題 是討論非常久的 那國防部 你不能臺灣歸縮 就是一方面你怕掉票 然後你現在到底要不要宣佈 你今年宣佈 跟你明年宣佈 是差一年的時間 完全不一樣 我知道現在很多的這個年輕人 就趕快 趕快去當兵了 最近那個泰國 從軍的超多的 趕快去當兵 因為大家怕說未來 要張超過四個月 所以最近有引發這個當兵潮 所以我覺得政府你還是要拿出態度來 你要負責 就是說你知道會掉票 但是你掉票 你不能讓邱國正一直 懸而不決在那裡 你要決定就快點決定 那你要找出論述 為什麼我們以前四個月可以 後面四個月不行 你就算要講說 現在國家安全已經跟以前不一樣 你要拿出論述來 那為什麼以前四個月 你覺得很精實 後面四個月 你要延長 你就覺得前面的四個月是不行的 所以我認為說了 你都已經找出了兵役問題是大掉票的 那你要趕快解決 不然你這一路 還是會燒到賴清德 那再來最後一個 我要講是抖音 我覺得他問題 歸結抖音 這真的太好笑了 抖音是一個平臺 今天就算沒抖音 當然他現在是先進公部門 公部門我可以理解 就是說你用國安資安的問題 就是說去進抖音 那公部門大家認了 問題是抖音是年輕人 如果未來你連這個敗選 也你要關抖音 那我真的保證 你這個連賴清德年輕人 這個抖音 這個票已經全掉光了 抖音這個就是說 你今天沒有了抖音 那我們臉書 譬如說前陣子是 我們前幾年是臉書 那現在是抖音 你未來沒有抖音 你可能會有戰陰 有什麼什麼陰 什麼都會跑出來 所以抖音絕對不是一個問題 那你說是假消息 當然我認為說 今年民進黨對於假消息 這個回復已經算快 他可能也有找出對應的方法 可是我認為說 你這個不是不是 不是關抖音 這個一個理由 你理由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今天 大家生活都很好 那你告訴我說臺灣現在民不聊 所以我當然就笑一笑 我不會把它傳出去 那當然現在就是認為說 疫情衝擊到了生活 所以他把抖音 這塊把它放大了 那你能夠說 這是假訊息或是什麼嗎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如果把抖音 都把它當作是你敗選的 一個原因的話 我會覺得是有點誇張 而且他真的忽略了年輕人的一個想法 而且你真的進了抖音 會有千千萬萬 同樣的APP出來 所以抖音絕對不是一個敗選的原因 侯次公想知道說 像現在是陳其邁代理主席 不過當然這樣的一個檢討的 最後的一個出來的結論 真的可能要去運作 去思考怎麼樣跟黨這個政 好 府院黨好了 這樣彼此去做一個小 可能最後這個責任或是要去操作這種動作 可能如果像現在 如果就是這個賴清德定於一尊 就是他要擔任黨主席 你怎麼看說後面賴清德 以及蔡英文 或者是我們可能也不知道說 誰來擔任下一任的葛魁 或者是繼續是蘇恩長 你怎麼看到所有的府院黨 面對民進黨內部的改革的一個 未來的方向 賴清德今天講的參選 他第二點講就是要深刻檢討 贏回人民的信任 他的意思就是你們這叫沒檢討 要重新檢討 我上來之後要重新檢討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這樣 選舉二十天民進黨的檢討 就已經是荒腔走 不是荒腔走板 而且是指路為馬 你去問疫情 每個 這次選舉敗成這樣 疫情當然 防疫 當然是是你的破口 是你的 但是在民進黨的檢討裡面 他還是政績 到現在還是 還是 還在講說是政績牌 沒有奏效 你知道你這種檢討怎麼會對 我想說蔡英文是臺灣民選總統以來 權力最大的總統 甚至超過李登輝 這個我想兩位學政局委員老師 一定會同意這件事 那現在的民進黨的檢討 也很像當年李登輝敗選 李登輝當年敗選的時候 就是這樣檢討 講了半天 你看檢討 他有一條線畫在那個地方 蔡英文 蘇恩昌 陳時中不准碰 到現在為止 通通都沒有 都沒有碰 沒有人講 蔡英文講說是地方不好 中央執政很努力 蘇恩昌講說 我也是講的 我做得很好 我開創新曲 可是黨中央被同溫成包圍不算嗎 那個不 那個不算 那個不是那個不是只有在講蔡英文一個人 好 我們先講 如果我們先撇開講 這三個人不能談 也就算 如果只有這三個人不能談就算 你去看他所有的檢討裡面 有沒有一個人民 沒有半個人 現在唯一被點名的是 王世堅跟高嘉瑜 沒有跟你講 這裡面也沒有邱國正 也沒有說是你邱國正害我 還是你唐鳳害我 害成這樣 陳時中害我 通通都沒有人民 就是沒有人要負責嘛 沒有人要負責 沒有人做錯嘛 所以所有的錯都是 都是一個一個 冤冤無頭再無阻 不知道該找誰負責 現在的檢討就長成這個樣子 沒有人要負責 所以這個檢討 不會有效果 因為沒有東西要改嘛 不是你找了戰犯 然後呢 不是 你只要找到戰犯 才知道說 到底做錯什麼事情 你現在的狀況是 通通都在講 這個點也是 那個點也是 問題是你到底做錯什麼 可是如果你找了林志堅 然後那又能怎樣呢 他就是已經這樣 你聽我講 民進黨就是會輸成這樣 輸到比 因為這一次沒有 沒有沒有韓國瑜 他會輸到比四年前 還慘 因為韓國瑜四年前 是點火那個人 討厭民進黨把火 是韓國瑜點鹹 這是沒有 結果居然輸到比四年前 還慘 這個這個一定是有理由 不是沒理由的 你現在民進黨的狀況 是沒有要找理由 所以就就找一堆 能夠搪射 能夠對內交代 表示我有在檢討 我今天回過頭來講 你今天的狀況 沒有民進黨傲慢 傲慢從哪裡來 你的防疫跟抗衝兩件事情 防疫條例給你一個超大的權力 你對所有 你可以超越憲法 可以去限制人民所有的自由 然後抗衝這件事 又有一個很強大的民意的事 所以就不斷地往上跌 因為因為這兩件相加 所以最高端 所以疫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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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三封存三十年 所以你所以譬如說你到你 所有的防疫的措施 都可以合理化 然後你再看過去民進黨 這執政這六年 所有的獨立機關都變成民進黨的附水組織 NCC 中選會 中選會到最後剝奪人民的權利義務 剝奪得這麼理直氣壯 促轉會 黨產會 然後你的你的你的防疫中心 最後變成是變成第二辦公室 整個跑去支持陳時中 那你的 你是你司法院大法院會議 最後變成民進黨的隨護 他只要做任何事情 通通都是對的 包括我們等要談 我們等要談的那個防疫條款 你大法院會議也幫他背書 你也會幫他背書 你變成人民哪裡沒辦法嘛 所有事情都你說了算 不要說大聲大聲再大聲 敲桌子拍桌子翻掀桌子 都沒有用 所以最後只好讓你輸成這個樣子 這是我講說你這些問題 你的傲慢心態沒有解決 你還是同一批人在當官員 還是用這張心態騎在人民頭底上 你的你的內心的要選就會出問題 好 我們看到民進黨這邊 看起來在這個檢討部分 還有很大的一段路要走 當然可能也是等到民進黨主席的選舉 結束之後 會有新的服務院黨的一個局勢的時候 也會是一個新的開始 不過當然這邊是一個心情 在另外一邊 國民黨這次選得真漂亮 就像剛才侯子哥講的 比這個之前有韓國瑜點火之後 還選得更好 所以當然在國民黨的部分 包括朱立倫 還包括這個新北市長侯友宜 也都更被列為說未來二零二次的可能能選 而這兩個人也在昨天選後首次同臺 互相也有一些讚美 我們來看看昨天的現場狀況 我們打贏九合一的選舉 相互擁抱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和新北市長侯友宜選後首度同臺 來到國民黨新北市黨部感恩茶會 慶祝國民黨九合一選舉勝選 要如何稱聲追擊二零二次總統大選 朱立倫強調國民黨勝選方程式還是一樣 就是提名最強人選 稱讚侯友宜 不過誰是二零二次最強人選 朱立倫沒有多說 侯友宜也大聲稱讚朱立倫是最佳總教練 這一次的選舉不是單兵作戰 是一個團隊作戰 所以朱主席常說他是一個總教練 他是不是我們最棒的總教練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這個榮耀是屬於朱主席的 這個榮耀是屬於他大功無私的帶領團隊往前走的 民進黨最希望的就是每天見縫插針的 每天創造故事 朱立倫侯友宜都是國民黨二零二次總統選舉熱門人選 兩人同臺相互肯定也讓彼此 敬核關係更受關注 記者綜合報導 好 我們看看到一個是一個典範 還有說是一個怎麼講好話做事 然後當然另外一邊也稱讚說是大功無私 而且也說是這個總教練 好多種說法 當然也要關注的是 那整個國民黨內的現在看起來 對於二零二次是充滿熱情 而且是有希望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一些相關說法 我們先看到的是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就在昨天晚上這個碗茶會上面 他講到說必須團結努力提名 對的人還抱持無私無我的態度 才能勝選 新北就是典範 所以未來要用這個典範贏回二零二次 也就是說二零二次一定提名最強的候選人 不過真的沒有講說最強是誰了 好 導師侯友宜 昨天稱讚這個主席人是最佳總教練 那今天他進一步講了 希望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大家都是共同為國家為人民努力做事 所以這兩個人進和關係 看起來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大家會很關注 不過導師有一個人也丟了一個心的球出來 徐曉晶 他說身邊很多年輕朋友 包括他自己認為台平市場討論的人 最強的還是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當然前天我們也聽到有這個趙紹康 他也表達好像有這個意願 現在看起來國民黨這一邊 因為這次勝選這個氣氛上面看起來是很熱烈 我想請問一下徐老師 你怎麼樣看這一個局面 國民黨未來這一個局會怎麼樣走呢 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選候大家一般來講 對於民進黨的這個就是面對二零二四 大家好像感覺上 就像剛才明玉所說的 就是基本上覺得民進黨這個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爭執 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好像已經 這二零二四的這個提名人 已經呼之欲出了 因為這個賴神 賴清德的這個民間的支持度很高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反之認為國民黨這邊至少有兩雄要相爭 一雄叫朱立倫 二雄叫侯友宜 甚至剛才志雄也補充了 還有三雄四雄還有五雄還有大雄 大家都在後面擋著 所以說大家感覺上國民黨的檯面上會爭執很多 但是從今天朱立倫的這個講法 看起來朱立倫確實是聰明 就他基本上已經看到的這個大勢 似乎對他是比較不那麼的有利 因為我們還是回到民調 雖然很多人都說民調不準 但是我們如果扣除被操作的民調 那麼回頭來看 民調還是有他可以參考的地方 國民黨現在這些所謂的一雄到大雄 這麼多雄裡面有沒有 大概是侯友宜的民間的民調的支持度相對較高 那麼跟賴神比較的話 其實兩人是在伯仲之間 但是如果說朱立倫如果搶搶 那就會變成一個爭執非常大 又回到老國民黨 因為我經常開玩笑講 我說團結兩個字中文跟英文 國民黨都會寫 可是他是什麼意思呢 不太知道 因為他們一向是內鬥內行 外鬥外行 但是如果朱立倫這一次真的今天講的 他做到了 他真的是甘之如儀的去當總教練 然後球員或者說這個player呢 交給了侯友宜 看起來是民間支持度最高的 甚至於侯友宜如果也能夠更是open mind 就是他的行窮更廣 歡迎郭董進來 我們按黨內的制度來產生黨的候選人 還是那句話 二零二四一定提名最強候選人 誰來定義國民黨最強候選人 當然是國民黨黨員嘛 所以你們用你們自己的辦法 很公平地去競爭出來 那我想大家就相對沒有話說了 所以說我覺得國民黨無論如何 這個這個不要再去做 這是站在國民黨的角度來講 不是站在別的黨的角度 站在國民黨的角度來看 千萬不要重蹈當年的吳敦義陷阱 我專門用這個名詞 吳敦義陷阱 那什麼叫做吳敦義陷阱呢 就是感謝施老師有一點點點到 有一點點求援兼裁判 因為我自己是黨主席 可是我又自己很想被提名 我等著你們有沒有 來一起來拱我有沒有 讓我黃袍加身 就等到最後加在身上的 不是黃袍是綠袍 搞得他滿臉鑽刀灰 對不對 一直到現在為止 他可能講起來這件事情 他心裡心裡面還很痛苦 那我覺得這一點 要看朱立倫的智慧 看起來今天這個講話 是有這樣子的智慧 但是能不能做我不知道 孝老師你怎麼看 事實上徐老師這樣講的 有這個智慧 還是說也各自有各自的算計 我先講一下說 大家剛剛提到說民調是準的 但是民意是如流水的 是是是 所以這個還有變動的空間 然後另外第二個就是說政黨板塊 也是未定 未必就是說 所謂的藍白核 然後白就被藍吃掉 是這樣子嗎 因為畢竟這次新竹跟只有兩個臺北 未來如果是要選總統的時候 我認為未來就是正三角形 如果就是藍綠 而且很多人一定也是很不爽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看到民進黨到底會不會分裂 那接下來國民黨會不會整合 目前為止我看到朱主席算是成功了 八成 七成到八成左右 也就是說從馬王鬥以外 就一塌糊塗嘛 那基本上如果講不好一定就是說 比較權貴的啦 應該叫知識欄啦 知識欄 然後軍工叫寒家軍的這個 然後就地方派系嘛 對不對 但是三三造勢以後呢 我覺得有些人是過河拆敲 敲不起地方派系 坦白講啦 你到花蓮好了 如果沒有遊覽車 我怎麼去對不對 我要光是要變 我如果你說要吃桌菜也都很難 沒有便當都很難的 所以不能敲不起那些 你又敲不起他 所以這個必須有點像是什麼呢 直營店敲不起加盟店 所以我覺得朱主席算是七八成 算成功 你看到桃園算是成功嘛 對不對 但是呢 就是說我覺得我也 我覺得也還好啊 有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長嘛 然後還有黨主席四個位置嘛 那不是夠用啊 坦白講我是覺得就是本來打天下 就有一群人就是這樣子嘛 民進講不好聽 就是說他們講說國民黨就是說 反正大家就是一起在 你知道一起打了天下以後 或者還沒打天下 可能就炒了一大糊塗 民進黨是打到老闆老闆 但是呢 反正有了天下以後 本來三個都沒過對不對 你知道沒過的時候 有點像吸血鬼喝番茄汁 所以變成是說 我現在有了天下以後 大家都可以你知道 吃飯也沒關係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以這樣的比喻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國民黨如果再不整合 繼續不能維持的時候 我看可能國民黨會分裂 民進黨這邊萬一小英不符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還是有可能會分裂 陳建仁那個旗子還會 那那個時候KB可能就左右逢源 淺藍淺藝 那這是一個三分天下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覺得到時候決定 我們的是誰呢 就是年輕人 他們出來投票了 就是我剛剛講的沒有投票 拿兩百萬 那小小姐你怎麼樣開始說 依照現在像史老師這樣講 也是一個大家關注的點就是說 因為哪一邊團結勢必對於最後的一個選票的一個整合 是有幫助的 那你覺得國民黨之後團結整合的機會 是不是夠高呢 依照現在的氣氛看起來 現在看起來就是侯友宜啦 侯友宜的出現機率確實是大增 包括就是說 就我瞭解就是說侯友宜 他有找了一群這個國鎮 國鎮的顧問來幫他上課 上一些國鎮的課 包括來補足他最弱的兩岸 這個國際的部分 那事實上這個落跑的事情 其實對他來講 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困難 因為畢竟他在新北市 如果加上副市長的話 已經有十二年的資歷 他跟韓國瑜這個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我覺得對於落跑這件事情 他的疑慮沒到 雖然就是說他選前有做一個民調 就是好像還是有蠻高的 近五層的比例是反對他 就是說落跑 可是問題是他就算對手 你看那個林佳龍在選前 也是大力攻擊他落跑這一點 可是同樣他還是四十二萬票 要這個大於林佳龍 所以這個落跑這件事情 可能新北市民沒有發酵 我只能說沒有發酵 那必須你說以現在氛圍來講 那你看朱立倫 他這幾天不是有在臉書上 又有再講一次 他一定會提最強的候選人 最好的候選人 那他的下面那個酸民就酸一堆 就說拜託他不要再出來了 不要再有淡水罵了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國民黨很不 就是說藍英文支持者 希望他不要出來 就像他自己講的他當總教練 像侯友宜講的 希望他當總教練 這個角色是最好 但是我也是認為說 朱立倫是不是看開了 可是我也覺得說朱立倫 那你就衰苦一點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當臺教 你願意當總教練 你就直接講 我不會選二零二四 可是看起來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太怕跛腳 一旦他講他不選了 馬上就跛腳 可是像剛剛老師講的 他還是有主席的位置可以當 你主席還是過有這個不分區立委的提名 所以我會覺得說朱立倫如果他願意衰苦一點的話 他乾脆就直接講 因為現在這個氛圍 現在這個風向 確實真的不在他身上 在這個侯友宜身上 那我最後講就是說郭台銘的部分 郭台銘就是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之前我這份還留著 上一次是這個全黨 包括大佬馬英九什麼 通通都出來 是力挺韓國瑜 就是因為這個聲明 那個郭台銘氣到整個退黨 所以第一個就我瞭解說 郭台銘他是真的 現在真的沒有要出來 就是那個誰已經過去了 所以他旁邊的人還在抬轎 但是像許曉信這些人還是呼籲郭台銘 但是第一個郭台銘本身 我覺得他對政治的想望已經沒那麼高了 第二個就是說國民黨當時這麼傷害他 他份兒在退出國民黨的狀況之下 他就算要選他也不會再加入國民黨 除非國民黨又要再頒一個榮譽黨員 什麼給他的同舟共機二點零 但我還是覺得說郭台銘的機會不大 現在風向還是在侯友宜身上 你怎麼看說國民黨這一局呢 我覺得他現在大概就是三個人 但是我覺得郭就是要看本身看意願 但是如果有郭就未必有猴 蔣經事實在話 不需要 如果我有一個頭的話 我不需要找一個會有落跑疑慮的人 他繼續把他做完 可能會相對好一點 而且猴 蔣經事實在話是沒有份 猴對國民黨來講是不得不的選擇 因為沒有人才是你 並不是說大家非你不可 那個狀況來講不太一樣 另外就是說 你說租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他會重蹈上市的復測 因為這次就是第一個上市的前車之間 第二個就是說 這次很多縣市長都連任 他們不會對你完全沒有意見 那當然很多政治人物就是看不開 御令之婚 但是目前來講 看起來他不太像這個樣子 我們從最近幾個監視來看 你看他現在跟你講說 我要先把補選選完 補選是三場補選 先是嘉義市長選舉 再來是補選 再來南投補選 南投補選完三月 就是說他如果要卡猴 他當然理論上來講 他把這個初選持繩往前拉 那我現在拖到三月 就表示我寧可讓他慢一點 我沒有刻意要在技術上面去卡猴的意思 而且說他如果只要看得開 那其實只要他自己不要 因為藍軍很怕他要 只要他不要他馬上變共主 他這選舉不是打得不好看 是大家怕他怕死了 那而且你今天來講 你猴如果真的要轉身 你解套你一定要靠他 你不靠他要靠誰 他就會變成一個 剛剛我們在講賴清德的另外一個反面 就是說他會變成一個 他會是一個很有實權 而且大家都愛的黨主席 就是說他這關只要看開了 他的那個狀況其實是好的 那而且而且我 但我目前看起來 我就講從時程上面 或者動作上面來講 看起來他是他是真的有看開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在明天的 這行政院會將會通過 有關於選拔法的牌條款 我們來看一下這內容大概有哪些 好 我們現在看到是四類人不得參選 第一個是黑金 槍毒 曾經犯組織犯罪 防治條例 洗錢防治法 這些的 不得參選 另外危害國安 這也很重要 國家安全很重要 所以也不能參選 另外重罪重刑 也就是本刑七年以上被判 十年以上重罪 經判決定者承受免除職務的處分的 不能夠參選 另外有會選的部分 而且不只是整個一般的選舉 連政黨的黨內初選會選也是一樣 對於這部分 行政院長蘇貞 今天有他的說法 我們來看看蘇貞 他今天怎麼說 院長好 今天是要提問 黨內似乎擔心牌黑條款如果比例過當 恐違反憲法的人民參政權 想問院長怎麼看 總統副總統選報法中也有相關的規定 現在排是全民的共識 我們回應人民的期待 把他明文規定出來 希望各政黨都能全力支持 從議長副議長提名就開始做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臺灣才能向上提升 好我想請問一下四位老師 尤其先請老師先講 就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會出現 這樣排黑的這樣的議題 其實我也有很大的質疑點 其實就是在這個時機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在我們國內 已經討論了非常久了 如果很好定義的話早就做了 那其中我們別的不談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只講黑道 黑道這兩個字 在新聞用語上很容易理解 可是在法律用語上 他很難定義 什麼是黑道 什麼叫做黑道 判刑三年算不算 而且這個事情 也是動輒會涉及到違憲的可能 因為你會侵犯到人民的參政權 我們雖然不是這個聯合國的這個政治 權利與人權公約的簽約者 可是一直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結果你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因素 看起來有一點點像這個選舉的因素 或者是民進黨內部的派系競爭的鬥爭的因素 造成現在提這樣子的一個法案 所以我對這個法案的本身 我其實是我有非常大的問號 在質疑他的動機 你為什麼在這個時機提這個 這麼模糊的一個法律案 選辦法要不要修 其實我們在學界已經呼籲了很久了 是要修 我再舉個例子 什麼東西要修呢 我們的不在籍投票 為什麼不能夠實施 像這一次 我們就講說確診的人 不要讓他們出來投票 經過宣傳以後大家覺得 對 他就有辦法 不可以出來投票 你莫名其妙地把他的權利剝奪掉 你為什麼不能夠讓他實施提前投票 統一開票 這是一個技術上 現在絕對做得到的事情 結果現在的選拔法 這該修這個部分 保障人民 這個是在保障人民權利的法律 結果你現在不斷的 是從負面的去限制他 越限制越多 越限制越多 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我是非常不以為然的 市老師你怎麼樣看呢 我想 我同意大翔兄提的 就是說除非有恥多工錢這個部分 是 你不應該這個樣子 畢竟什麼叫做黑道 坦白講 通常我們社會人士都是穿白色的西裝 白色的皮鞋 那我坦白 明文規定是黑道還是白道 我們就這樣問 我覺得有點是黑狗偷吃 白狗招殃 也就是說本來我們講說 你本來是帶人頭 人頭黨員進來 壯大英系也就算了對不對 結果你可以當黨部主委 中常委 還可以國策顧問 你幹嘛去管人家 要不要選舉 選舉是老百姓決定的 對不對 所以就亂來 是 霍治哥你怎麼會覺得 你覺得為什麼這個時機點 會有這樣的議題 兩個老師都覺得怪怪的 不是 現在說 大家打點黑道 他就說我要反黑 對 問題人家講的是你黨內的 黨內的那些 那些問題 我就想說以前 你看以前 有沒有黑道當選 有啦 以前黑道當選的他們就是 所以以立法院來講他可能程式高一點 我跟你講說你不要進司法委員會 不要不要怎麼樣 那你所有的權利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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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立法委員的諮詢 那你在其他東西 有些他們還是有一節制 沒有一個黑道管到這麼多 你黨的提名什麼東西都可以 可以光明 光明正大 可以管這麼多事情 這是民黨才有的事情 我講到你修這個法的時候 我們這樣講好了 今天大家都會講說 有些壞人可能不適合當選 或者說不適合不適合殘選 但你回過頭來講就是說 你今天從另外的角度來看 他等於現在告訴你 說這些罪都齒頭公權終身 你用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合不合理 是 他說他的罪跟他齒頭公權終身 這個有合理 有符合比例原則嗎 我覺得而且你要必須要像 你一個民主黨當然相信民主的素質 你憑什麼相信一個黑道會當選總統 台灣人民素質不會發生這個事情嘛 那你說因為他曾經犯過一小罪 你說他連村里長都不能選 這個這個合不合不合理 就是說這個這個修法 就是說你把他搞得那麼大張旗鼓 人民不會覺得你在改革 人民會覺得你在迴避問題 民主黨你覺得如果就民進黨身為執政黨 這個時候提出這樣的法案 會不會是一種是回應社會的期待 或是對內或者是對外 這個其實就是政治趴拉肯 他就要逼國民黨 就看你國民黨敢不給 就是兩邊都覺得是打假球 但是這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大家講的一罪兩罰 因為你在刑法上面你只要有犯一年以上的罪 他持的公權就是一年到十年 那所以這種就是是不是有一罪兩罰的問題 這確實是很違憲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他規範 他這次把減速流氓條例都已經把他放進去 不過你減速流氓條例本身就是一個違憲的 因為什麼是流氓 就當大家講什麼是黑道 你什麼流氓有的 甚至是譬如說警察看你不爽 我就把你界定成流氓 這個變成是說這個本來就是違憲的事情 結果你竟然還把他放到這個這個就是說要要防止 防止這個選霸法裡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說他把洗錢防治法放進去 好那洗錢防治法 你的面向會越來越多 你規範就是說你有詐欺什麼 那個騙錢的這個不行 問題是你提供帳戶的這個人 這個他就沒有在洗錢防治法裡面 你覺得提供帳戶這個人不可惡嗎 其實是很可惡的 可是為什麼他就是沒有在洗錢防治法 被規範裡面的人 那所以就是未來他這次有什麼組織犯罪 減速流氓條例 毒品妨礙防治 槍炮彈藥跟洗錢防治 你能夠規範到所有的人 你的面向會不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那譬如說賣毒品的 那譬如說吸毒的 那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毒品的有很多 你走私販毒什麼什麼的 那你的你是要規範的很清楚 不然你就是一個很籠統的 就是說你只要涉犯毒品防治條例的 你就要被就像剛剛這個猴子講的 你是被恥奪終身 你的公權是被恥奪終身 這個是真的太嚴重了 所以我認為說第一個 他真的是 我倒覺得說 你與其在法條上這麼的規範 你不如就大家政黨政黨的部分 因為你政黨要負責提名 那你不如回歸到說政黨 你政黨如果說你要道德多高 這個我沒有問題 譬如說像國民黨這次 你只要是色黑的 我就不提名你 我倒覺得說你是政黨自己比清高人民 會看得清楚 就是會比說哪個黨是真的有做到 我不提這些有黑道背景的 但是你說在法律上面 我覺得最我要講的是說 你就算規範這些人都不能 他還是可以派二代出來 亞馬遜河沿岸的雨林 東部廣大的平原 維俄的安蒂斯山脈 和狂野的太平洋海岸 你所不知道擁有驚人美景的哥倫比亞 周六晚上八點生態全紀錄 哥倫比亞重返生態王國榮耀 就在公共電視 如果你喜歡公視節目 認同公視理念 您的每一筆捐款 都是公視成長的養分 您的持續支持 平衡 我其實 這次 是 我們會說